是不是常常觉得别人买房很容易轻松 但是轮到自己却总是找不到新一的美房 不要担心今天硬姐就和大家说一下五条选房的建议 帮助大家挑到新一的美房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波士顿地区的房地产经纪人硬姐 那么首先第一点是要确定好自己的预算 很多小朋友第一次买房没有经验 看到预算内的房子都不喜欢 自己喜欢的又总是超出了预算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 要知道自己预算的上限是多少 那么特别是现在这个市场 就是卖方市场常常还有加价厂的时候 你的上限就要定得比自己的预算要低一点 这样更容易拿到自己新一的美房 第二点就是地理位置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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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对吧 这包括房子所处的社区 周边的环境和交通便利程度 在波士顿这么一个城市 选择一个安全便利的社区非常重要 常常需要考虑到通勤时间 学校购物娱乐设施的距离 一个好的地理位置 可以为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 第三点是房屋的质量 我们在选房看房的时候要检查房屋的结构 外观和内部设施 特别注意房屋的房顶地基管道设施 确保没有严重的问题 那么在波士顿这样的地方 房屋的质量对于领域严寒和冬天保暖是特别重要的 同时好的质量也就意味着少的维护 第四点是房屋规划的问题 我们在挑选房子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生活习惯来选择适合的房屋规划 那我们常常说的房屋的layout就是它的结构布局一定要合理 不然的话生活起来会非常累 比如说你住在二楼然后洗衣服要到地下室那你还得走很远对吧 还有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喜欢一楼有一个卧室这样的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父母过来贪心的时候就更方便的居住 有的呢又喜欢一楼的生活区和二楼的休息区分开 所以要根据自己家庭的情况来选择 最后呢是社区的环境 除了房屋的本身社区环境一定要考虑进去 一个安全友好的社区呢 对你的家庭生活生活质量非常重要 在波士顿学区更重要对吧 小孩上学以后发展 然后社区的安全和怎么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小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都非常重要 那么有的优质的社区呢 娱乐设施公园这些都非常方便 所以也是要考虑进去的因素 总之呢挑选新意的房子要考虑很多因素 好的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有任何问题呢 欢迎在下面给我提问 我会一一回答的 好下次再见 拜拜